金额随便写 写完之后 乖乖做我女朋友 回去慢慢写 下个月这个时候 我们还来这儿收钱 你要是跑了 没关系 你男朋友这么有名 到时候 我们就到公司去找她一样 周氏 你睡了吗 没睡 进来吧 怎么了 菲菲 那个 你那个百达北厉的手表 还了吗 我本来是要还的 我本来是要还 你的表情是在包里啊 你都带过了 当然要做完保养再还给我呀 不过 你现在应该没有钱吧 所以我也不着急 那还有那些钱呢 我现在在开会 这些事情等你回来再说吧 谢了啊 我就用一下午 用完我就去送保养 保证不会给你弄坏 一丢丢 我得千万要小心啊 我都想再跟那个 我已经有任何瓜葛 这个表要万一有什么闪失 我这辈子都要赔进去了 为什么 你俩之前不是还当朋友来着 要真是朋友就好了 我爸真的被你的弗莱格说中了 怎么了 他对你下手了 他敢 不过 比下手还要复杂 我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 这么麻烦 那算了我这个表不带了 到时候万一出什么事 不是还要连累你吗 没事 你拿去吧 反正我也没有钱给他做保养 如果他能帮你面试成功 也就当卫星做点好事了 那谢谢了 我下回请你吃饭 去吧 那我先去准备了 拜拜 拜拜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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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总算学会规矩了 不再横冲直撞了 我找你有事 是关于包里的钱吧 我那天看你突然接了个电话 急匆匆地出去 感觉你会用钱 所以就在包里放了一些钱 用上了 有些话我不方便说 虽然钱我确实用了 虽然这个时候说这些 没有什么说服力 但是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还 你拿什么还 虽然我不清楚 你的这些钱是干什么用 但我好像从第一天开始认识你起 你就似乎很缺钱 而我 最不缺的就是钱 不然我们来做个交易吧 什么交易 做我女朋友 除了跟以前一样 随时随地陪在我身边之外 还需要履行一些 做女朋友的职责跟义务 当然 我需要履行一些 我需要履行一些 我不需要你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只要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要履行责任立刻出现 这个时间不会持续太久 只要满足了我的需求 我就会给你自由 当然 作为补偿 我每个月都会给你一大笔钱 好好考虑一下吧 只要你接受了这个提议 你就可以立刻摆脱 你自己现在的窘境 甚至可以改变你整个家庭的境遇 别人想要 都要不来 自己好好小心一遍吧 姐姐好好小心一遍吧 小心什么 小心她就这么 一步 一步 把你透露 就像她以前追的那些女孩 砸起来一样 别把我跟她们混了一谈 我又没有收她礼物 你没有 那这些吃的 用的 怎么说 我不是还没发工资吗 等我发了工资我立马就还了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你以前有个学姐 我以前的前女友之一 跟你说的话一模一样 后来她跟温婷在一起之后 变得超级败金 结果你猜怎么着 一个月之内 我已经就把她甩了 甩了之后呢 人家死活不可分手 还自杀了好几次 最后还是被甩了 然后呢 然后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由奢入奸来 大手大脚惯了 你觉得 她还能回到 从前的那种生活吗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 用钱拴住别人啊 这是最快的方法呀 因为好像大家都很缺钱 是啊 大家都很缺钱 你有钱 你就可以抓到 大多数人的弱点 然后随意进来他们的尊严 你说的没错 我是很缺钱 我也确实欠了你的钱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 但是你以为这样 我就会随意向你低头吗 那不然你能怎么做呢 如果我现在就要你还钱呢 我很欣赏你的骨气 这里有张支票 金额随便写 写完之后乖乖做我女朋友 回去慢慢写 等等 钱我会还给你 就算拼乱我半条命都会还给你 你提的要求 不可能 这不仰仗了 我倒要看看 我倒要看看 他能撑到什么时候 随便